HELLO 聊四季 天然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n 今天要來看寶加利亞人對上阿茲特克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阿拉伯地圖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黃色 黃色是這個寶加利亞人 寶加利亞人最大的特色 是這一個馬凳技術 他的馬凳技術可以讓他變成 弱馬攻擊速度最快的文明 而且他還有這個大弱馬 匈牙利輕騎兵 但是比較可惜的是他沒有遊俠 只能是他這個重裝騎士而已 稍微有點可惜 但是他有一個補陣 是這個冥冰系會自動升級 那一路可以升到雙手劍兵 一路都是免費的 所以這個打黑暗棒棒 升裝甲是免費的 還蠻厲害的 連研發時間都不用 資源也不用 所以寶加利亞算是一個 黑棒棒首選開局的文明 再來就是這個協議呢 這個金冠科技 協議可以讓他增加冥冰系的 近戰五點防禦 相當的坦 跟這個條盾的雙手劍兵有得比 甚至可能比條盾雙手劍兵還好強 雖然可能比不過條盾武士 目前寶加利亞也算是強軍式的文明 盡量不要跟對方打農比較好 我們來看一下對方藍色 藍色是阿茲特克 阿茲特克的最大的特色 是他這個村民的採集量 可以到這個13 一開始就可以採集量到13 賠償的話其他文明都是加10而已 那他這邊可以到13 那他這個特色可以讓他在前期 拿到蠻大的優勢 除此之外呢 阿茲特克可以用這個均勻 產生速度 冰的速度增加11% 再來比較特別的東西 是他的紫毛系 可以讓戰毛的攻擊力加1 射程也可以再加1 那最特別的是他的僧侶 他的僧侶的話 是每一個科技可以加5滴血量 所以到阿茲特克打到大後期 全部的科技點下之後 僧侶血量可以高達5滴血 非常的慘 所以阿茲特克一個僧侶 這樣來說算是相當有優勢的一個文明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兩邊那個雙方開局的打法 那目前 唉唷 這邊是四伐木開局喔 那由於阿茲是沒有馬舊這個東西的 所以 通常三目開局都是打馬的 那如果是四目開的話 很有可能是棒棒轉小弓喔 而且這個棒棒是有點極限棒棒那種 希望來看一下阿茲會不會打一個極限棒棒 好 那看一下這邊 唉唷 這邊也是四目開局欸 哇 然後這邊是看到羊 然後用村民去探羊的意思 應該是喔 有隻看到了 哈哈 好 這隻跑去探羊一下 好 那目前看起來 應該兩邊都是雙方方開局 這個四目開局很特別 好 這個是細節部分 欸 果然下均勻了 好 兩邊應該都差不多這個時間點 下均勻了 欸 但是這邊還沒有先下 因為這邊阿茲特是選擇先下這個模仿 好 不是先下均勻了 好 那這邊棒棒出來的時間可能會很早 這邊就是不斷村之後馬上就按棒棒囉 好 開始按了開始按了 好 果然 哇 這個寶加利亞是極限棒棒 阿茲不是極限棒棒喔 算是普通極限 那極限棒棒的話一個標準就是 你只要村民可以不斷之後 有多餘的肉就可以去按民兵了 那這個民兵要看你的戰法 如果你這邊是要打 欸 像寶加利亞這邊打裝甲的話 可能會按到三隻喔 那通常按兩隻其實就很夠用了 像這樣子兩隻出去喔 只要是騷擾 因為按三隻的話 有可能是要真的去擊殺對方村民 因為兩隻棒棒沒有變裝甲的話 用村民還是很容易解掉 但是三隻棒棒就不太容易了 所以寶加利亞這邊可能要看個 機會喔 看到不知道轉出三棒棒喔 但他這種極限棒棒的開局來說 按到三棒棒給的壓力有點大 給自己的壓力有點大 因為寶加利亞如果按三棒棒的話 村民數會一直按上去喔 會很難上到這個封建時代 那阿茲特克這邊是 要準備上封建時代之後才下軍營喔 那這個就不是極限棒棒喔 好 那這邊抓到一個來不及織布的村民 第一時間能跑掉嗎 刺猴過來救一下 照以為住 OK 這邊直接放刺猴 去做一個輸出 直接先戳肉嘛 但是自己的刺猴還在追直老鷹 鷹刺猴可能要倒地喔 這邊刺猴會追到老鷹的喔 因為老鷹的跑速比較慢 被迫回抬 那這邊稍微把自己圍死 這隻村民應該是不會掉了 現在有織布了 欸 結果砍破了 什麼意思 趕快跑趕快跑 OK 這邊有稍微來挖金 第一時間還是要把這個均勻蓋好 OK 均勻蓋好之後 要直接出小工了嗎 結果沒有喔 這邊按棒棒了 好 按棒棒可能還會轉小工了 這裡挖木的人偏少 射箭場可能會下的有點壓力 好 炮加利亞這邊確實有騷擾到對手一點點的 好 控制時間喔 這些老鷹也被收掉了 所以目前阿茲算是半瞎的狀態 好 只能拆對方現在經濟狀況無了 配置目前完全想不透 只能用自己強軍士喔 再把對手的兵壓回去喔 才知道對手在幹嘛 啊 結果刺好還被抓掉 哈哈哈哈 兩邊都沒有偵查單位了 都送光 好 這邊封建時代一下 阿茲特克點下了裝甲步兵的升級 保加利亞這邊喔 待會上弗戀時代之後 也會馬上自動變成裝甲步兵喔 欸 但是這邊保加利亞也按到三隻棒棒出來了 第三隻棒棒後面踩出來 好 這邊直接打一個變勝timing 跟對手互打 但是阿茲這邊反應非常快速喔 變成裝甲一瞬間也把自己的兵幣拉走了 所以血量並沒有掉太多 這邊裝甲一號可能也會做個反打 這邊拿一個高地優勢 對 靠一下 哇 直接換出了一個血量優勢出來 哇 這兩邊的裝甲博弈打得非常的細節啊 兵控的還不錯 保加利亞這邊稍微有點小小的失誤 好 那這邊果子採的人 就四個人 正常的開局 那這個果子會上來打嗎 這個上來打的話村民會過來一起PK 那這邊阿茲斯克的一個抖動 是故意想要去讓對方村民出來跟對方打 讓他不能採集而已 所以盡量 他這個裝甲過來的時候村民也不要先動 還是先控自己的裝甲 他上來真的硬打之後 村民再做一個反擊會比較好 但是有可能對方就是可能直接打到底 村民可能會損失個一存 所以這個要不要直接拉村民去打也是一個問題 如果你不想要損失一存的話 就稍微圍一下 像他剛剛那樣子 直接圍個木牆 比較安全一點 好 那這邊保加利亞弓兵出來之後 裝甲步兵只能被迫撤退了 但是阿茲特克這邊也轉出了弓兵了 而且一擊一射還頂下 點的時間相當早 而且是一擊一射 加上一個射箭場 算是一個蠻標準的開局 好 那反倒這邊 保加利亞還沒有去蓋他自己的兵工廠 那這邊常用兵做一個騷擾 有點干擾到這邊上兵工廠的時間 有點被斷掉 好 這三隻工兵過來 有一擊射要小心點 傷害會很高 三發都中 哎唷 又中 剩下五滴 差點被收掉 有點可惜喔 那這邊毛兵 第十年過來就 好 那中央步兵看到家裡著火 我們會立刻回家救火 那這邊中央步兵想要再到後方果子區 再看一下 前期就是要打果子阿 不然幹嘛 對不對 好 那這邊三隻毛兵 由於沒有一擊射的關係 手很短喔 被對方的工兵秀了一下 好 這就是一擊射的重要之處 有一擊射 就可以秀對方了 沒有一擊射就只能貼近 硬打了 還不一定打得死 沒有一擊射 歪爆 還被射掉一隻裝甲 喔 是兩隻裝甲捏 哇靠 欸 這個阿茲的手術有點猛 直接秀掉兩隻裝甲 有點猛有點猛 好 那後面這邊 裝甲繞到後方 果子沒有直接先打 這邊直接收村喔 果子的人都不見了 好 裝甲步兵第一時間上來互尻 好 這邊尻了一下 第一時間把這個毛兵往前拉 然後去打對方的弓兵喔 弓兵要第一時間收掉才是正解 解掉之後 裝甲步兵 還有兩隻 這隻血量殘血的村民看起來很陡啊 被裝甲砍個一刀就死了 這個要小心一點 還好對方沒有發現到 下方這邊弓兵也在複打 但對方的毛兵有三隻 這邊要特別小心喔 這邊弓兵全部殘血了 被這三隻毛兵全部收掉 盡量用自己的老鷹或是這個毛兵去跟對方互解 佔著高地優勢打會比較好 但雖然還是太多了 看要不要轉幾隻老鷹出來解一下毛兵 好 弓兵繼續往前 找村民打 能不能收到村民呢 能收到一村就很壯 但是沒有辦法 但這邊毛兵做一個包夾 可能會全死光 這邊要稍微抖一下 再抖 再抖 哎呀 倒地 但是這邊有鷹刺頭 鷹刺頭直接後面無雙開桶 毛兵 但是毛兵這邊傷害還是太高了 近距離貼上 飛毛全吃 哇 各種倒地 但是後面更多毛兵補了過來 這裡等選擇撤退 但是這邊會不會轉出肉麻呢 不轉肉麻的話 就要轉弓兵加上毛兵的一個組合了 最簡單的解法就是毛兵加弓兵 雖然機動性差了一點 但是現在 算是現有的最好的解法 還不用下馬舊 因為你下馬舊的話 就要耗費175木頭 等於是三片田的肉量 如果你要在這邊高速上城堡時代的話 就不應該下馬舊 雖然這邊還是下了 看到對方出這麼多的一個毛兵喔 加上鷹刺頭 好 加利亞這邊稍微還是擔心了一點 因為畢竟他兵一直往外派 如果一直往外派 家裡沒東西防守 還是會有點害怕的 如果兵往外派的話 家裡就要出刺頭了 他的概念應該是這樣子 好 但是兵這邊還是回家 因為看到對手往自己家裡衝喔 好 這個時間點會點肉麻嗎 我覺得目前暫時還不太需要擔心喔 雖然對方有兩隻鷹刺頭會有點難慘 因為目前毛兵打鷹刺頭傷害並不高 但是如果集結村民的力量 加上裝甲的話 多多少少還是可以擋住喔 現在按肉麻的需求度沒那麼高 所以我覺得這個馬舊 可以不用按沒有關係 這邊可能是先按喔 待會上城堡要出騎士喔 然後可能要先點品種 結果你還是按刺頭 那這個鷹刺頭點出來之後 應該還會再點一下品種科技喔 好 好這裡啊 這邊潘科技開始在潘了 由於科技都是半價喔 壓力給的很小 這邊鷹刺頭有點無雙 鷹刺頭一出來 戰況極佳 直轉極下 毛兵打刺頭只會有一滴血 所以只要把這個鷹刺頭處理掉之後 這個刺頭就無雙開砍 毛兵全部只能撤回家 這個有點被卡住 跳Tango 各種頂毛兵 終於頂完了 開始輸出 哇這個血量掉很快 都殘血了 但是又被卡住 怎麼辦 後面有鷹刺頭在捅 畫面異常 混亂 後面 雙腳步兵直接砍爆 這邊再回頭再繼續追擊 戰毛兵能夠靠著鷹刺頭的犧牲 撤離戰場嗎 離家裡還剩幾里路而已 這邊決定要散毛兵了嗎 但是先抓掉殘血了 毛兵再一刀 哇 各種倒地 我們再繼續追 準備 我還一直砍一隻爽 哇 這隻刺猴賺爛了 砍掉三隻毛兵了 不虧了 好 那這邊轉出了非常多的弓兵 這邊應該是會直接上弩兵 只要超過六隻到七隻的弓兵 還是會直接上弩兵 應該是五隻以上都會上 因為有五隻弩兵的話 可以打到東西也是蠻多的 好 這邊保夾莉亞果然轉出了騎士 品種也點好了 那二級房也馬上補下 那這邊木頭有點爆 木頭蓋下了3TC之後 還有五百多木頭 這邊可能要轉一下農田出來比較好 直接轉個BK也可以 這邊經濟有點太好了 保夾莉亞這邊經濟非常好 但是阿茲特克這邊也不差 分數還算是稍微領先 這邊第一時間轉出了修道院 要來Counter對方的騎士 順便出來撿聖物 畢竟阿茲特克 聖物的遺跡加成 我加33% 每一個遺跡都是 那如果撿到了大概 三個遺跡的話 就等於你撿了 三個又三分之一 那如果你撿到五個的話 就等於你撿了六個的概念 感覺上來說是這樣子 阿茲特克這邊還點下二級伐木 那保夾莉亞這邊也已經補下了 兩邊都是標準的 升級二級木的一個流程 算是一個不錯的開局方式 因為城堡時代這個二級木 忘記點的話 其實會蠻傷的 你打到中局 或是城堡時代中期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自己經濟 越來越跟不上對手 最主要就是這個輪走沒有點 不然就是這個二級木沒有點 通常都是這兩個原因 好 那保夾莉亞這邊3TC補下之後 村民術大幅提升 來到55村 那阿茲特克3TC開的比較晚 這樣才補下 只有52村而已 目前看起來阿茲特克要轉一個 大爆黃金病路線的話 挖黃金人要再更多一點 保夾莉亞這邊反而是挖太多了 這邊有15個人在挖黃金喔 非常多 有些人都還卡住 你看這兩個人互相對看 你看我看你 哈哈哈哈 川民太多人挖就會這樣子 好那這邊阿茲特克 這個為什麼要炸一隻駝 炸這隻駝鳥 哈哈 這也不小心點到了吧 要表示 幹怎麼又我 揮槓欸 好那阿茲特克家裡的工兵 不太敢出門 看到對面騎士這麼多 生侶也只敢去外面撿撿移跡喔 好不敢太多隻生侶出門喔 只要一出門的話 沒有生侶喔 家裡很容易就直接被BBQ了 好這邊有 獅子王 後面做個輸出 把這個毛兵給咬死了 好這個毛兵直接 打在這個PG一下 欸 該不會是可以收到一村吧 欸欸欸 欸 欸靠 手刷是這樣拿的喔 哈哈哈 手刷被這隻毛兵給拿下啦 有點虧啊 好 但是這邊兩邊其實都沒開這樣 這邊都是做一個偵察 巡邏動作而已 然後阿茲特克這邊 在稍微專心的撿衣 撿這個聖物 好 點一下這個神聖思想 好 這時候阿茲特克點一下這個彈道學 有彈道學的話 對方的保加利亞的奇妙 就要稍微小心一點 這應該能招到 媽 沒招到 好 頭車過來砸一發 沒有看到位置 三隻勝率直接上前想要著想 好 但是有神聖思想了 現在來到我10滴血 好 15加5 20滴 好 輪走地數兩個輪秒 差不多從時間點下 那這個很關鍵的科技 兩邊都有點 好 兩邊都算是一個 教科書等級的升級跟防守 好 這個就 這一片就蠻有教育意義了 這個 就照他們這樣子升級 跟出兵跟開農 打到後期沒什麼問題 那阿茲這邊打算偏保守 正常來說 他這麼多工兵 加上這麼多僧侶 直接前壓保加利亞也沒什麼問題 那這邊可能也是 顧慮到 偷著車沒有辦法處理的問題 他可能 對自己的 工兵 操作 或是不想要損失這坨工兵 不想去冒這個風險 所以沒有想上去硬A 原來要去秀這個操作也是可以的 但是偏難 好 好 那保加利亞這邊拉出了非常多的一個村民 應該是要來前線蓋這個銀壘 那保加利亞的話有這個特殊的城堡單位 叫做銀壘 那銀壘的話 攻擊力跟城堡其實差不多 但血量的話是城堡的一半 銀壘蓋蓋一下 蓋在前線 血量2600 好 2600滴血 但攻擊力跟城堡其實差不多 所以還是具有殺傷力 好 但是這邊生女數量其實有點多 虎之生女 好 這邊可能不能回頭 會不會直接全部招降掉 工兵數量非常多 這邊第一時間上來砍生女 但是後方的工兵數量很多 OK 這邊生女直接招到三隻騎士 全部的生女全部倒地 但是後面工兵想要做操作 這邊有彈道學 但是左邊的頭子車過來救援 頭子車這邊能在預判到一波頭子車的一個攻擊距離嗎 砸個一發 哎呀 還是砸到這個工兵 工兵第一時間被砸了一波 當然是後方騎士解掉頭車 好這一波工兵 本來還有十七隻 剩下十二隻 損失了約十五隻的奴兵 雖然損失慘重 但是 保加利亞這邊 也是努力的把銀雷蓋起來 這一波感覺有點五五波 但是如果含這個銀雷算進去的話 保加利亞算是六四 六四開 那阿斯特這邊剩下的工兵 可能就是直接玩保加利亞加送就可以了 把壓力給到保加利亞身上 別建議還有十幾隻喔 有彈道血 射騎士也是不差的 還是蠻痛的 算了二級房 這裡的話其實保加利亞很簡單 只要出兩台奴炮 對手就會 就會退了 喔這邊直接插這個 已經得插這個位置 哇這個有點痛喔 這個要是再生個二級射 這個TC也射得掉 應該沒什麼問題 單身工兵過來救一下 第一時間來射村民 村民直接倒地 能全部射光嗎 差一點 哇 剩一村而已啊 這邊會再來更多村民過來蓋這個銀雷嗎 這個銀雷看起來是蓋不起來了 哇 要是這個銀雷蓋起來的話 阿茲可能會直接原地往生耶 沒想到 被他這樣子給 救了回來 看來阿茲出工兵也是 有想法在的 那順帶一條 阿茲雖然有強奴跟三級射 但是並沒有拇指環 跟這個圍巾人一樣 雖然都是步兵國 但是都有強奴 但最悲劇的就是沒有拇指環 那阿茲特克 阿不是 阿那個圍巾在早期的時候 是有拇指環 但是由於他有拇指環 太強的關係 所以被拔掉了 畢竟他是經濟很強的 跟阿茲一樣 為了平衡的關係 所以圍巾的拇指環被拔得一乾二淨 哇 這邊直接敲破嗎 但是裡面有這個長槍兵 還是要退一下 阿茲特克這邊憋了一些經濟 上到帝王師帶 但保達利亞這邊經濟有點失調 肉有點過多了 但是黃金有點偏少 好 這邊靠個買賣一波 賣了大量的木頭跟石頭 要來準備點這個帝王師帶 這邊阿茲首先上帝王 哇加利亞這邊還沒有 這邊連點還沒有點 哇這邊有黃金真的太少了 這邊再賣一點食物 好 這邊挖抓到大量去外面挖野精的村民 這邊直接把騎士堵在TC下 阻止村民的後路 哇這邊村民的退路直接沒有 被砍爆了 村民處已經拉至大約20村 146村對上97村 這邊大量的長命直接A的上來 這邊被迫撤退 但是這一波已經賺了 阿茲特克直接被重創 本來有稍微一點優勢理先 這一波被打了回去 好這邊再偷偷拉幾村 把這個銀壘給蓋好了 哇阿茲特克這一波很傷啊 這裡範圍的農田都不能中了 而且這個TC好像被射爆 而且石頭還被搶走 而且這個還是主石欸 他家裡的主要石頭直接被挖走 這個是巨傷的 但是還行啊 家裡還有一座城堡 可以出巨型頭司機 開始拆城堡 拆這個銀壘 好那有銀壘之後 就可以出保加利亞騎兵 那保加利亞騎兵這個單位 最強的地方就是 可以直接 當這個喪失騎兵用 被打倒之後 還可以再下馬繼續作戰 變成步兵單位 好上面這一波 直接出了一些馬 這波強弩勾 阿茲特克給的壓力還不錯 但是這個強弩沒有資源可以點 有點可惜 三級色也是 加上所有的經濟 需要投資在家裡出長槍兵做防守 不然這個保加利亞騎兵 跟騎士進來騷擾 會沒完沒了 哇這邊村民直接開扁是怎麼意思 好來了 保加利亞騎兵最強的地方 就算出長槍兵把它戳爆之後 他下馬之後這個步兵 還可以靠長槍兵阿 你看長槍兵打他完全不痛 他下馬之後繼續跟你扁 還是有優勢的 這邊靠了蠻多的村民 下馬之後長槍兵還被解得一乾二淨 這個步兵相當難纏 只有這個弓兵可以全部解掉 解得比較乾淨一點 以卡牌遊戲來說的話 這個就是解不乾淨 有死亡之聲的 這個騎兵相當難纏 好下方這邊直接給對手壓力 但是這邊保加利亞已經轉出了 這個雙手劍兵 要他打這個協議了嗎 協議戰術 但現在轉雙手劍兵是件好事嗎 對手有奴兵還有強姆三級射 待會再上個化學 感覺會被射爆 雙手劍兵還沒有點協議 先點下三攻 這裡的TC要被弄爆 目前村民術差距有點大 138吋打95吋 阿茲這邊明顯落後 這邊上到了強奴 先拆贏 贏贏贏贏贏先拆 雙手劍兵直接過來做個包抄 後方騎士也過來 但後方的第一時間被長槍兵 在後面也堵住 兩邊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雙手劍兵在互砍 然後對方的長槍兵砍得差不多 但是後方的強奴的一個防禦還不錯 但真沒有更多的雙手劍兵過來 對強奴造成巨大傷害 但是強奴也在對方 跟對方互相傷害 兩邊都是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好 最後還是以強奴勝利為告終 畢竟強奴這個傷害很高 這個保加利亞雙手劍兵不像瑪莉一樣 這個民兵系有遠防增加的效果 所以出雙手劍兵我覺得不是件好事 可能要轉一點鐘頭之前 真轉了 我叫你轉就轉 這麼聽話 因為保加利亞這工程器 我們開頭講的 有這個工程器50%的減免 所以出中頭或是弩炮升級 衝撤升級都很賺 所以我覺得保加利亞還是要偏工程器為主 會比較好 那這邊由於雙手劍兵可能也是因為不用升級的關係 他可能覺得用雙手劍兵來應急一下比較好 畢竟對方的長江兵出太多了 而且如果待會兒阿茲特克再點掉這個 戰爭龍冠 這個長江兵傷害又會突飛猛進 傷害又更高了 會更難打 所以這邊可能是想要獻出雙手劍兵 去克制對手的長槍兵 然後自己轉頭子車 或弩炮出來做一個解 強弩的動作 這邊能解得掉嗎 解不掉 尷尬 第一時間 強弩看到雙手劍兵只能後撤 雙手劍兵跑的速度是比強弩還要快的 如果要安全撤退的話 一定要送掉一些長槍兵 在前面當落盾打 當長槍兵當然不是雙手劍兵的一個對手 這邊直接被剁成菜 直接上菜 好沒有拇指環的強弩就是這種悲劇 射得很慢 只能慢慢射 但是射久了還是可以換掉這些單位的 但是就是要往後拉打 打帶跑戰術 想想西漢的機槍兵的語音 打帶跑 就是這樣子 OK 全部鏽光 連暴勇士都出來 要來準備敲雙手劍兵的頭 哇 結果保佳麗亞這邊想要用雙手劍兵解長槍兵 結果長槍兵解完之後換暴勇士 現在又不能出雙手劍兵了 馬上轉出大落馬 大落馬解暴勇士 算是4-6開喔 暴勇士還是優勢一點 僅僅人家要黃金 給點尊重 那匈牙利清奇兵喔 好處是不用黃金 而且保佳麗亞還有這個馬凳科技喔 可以讓他的騎兵速度喔 攻擊速度增加33% 所以砍起來速度是最快的落馬 我給他都取一個叫做快刀亂馬騎兵喔 砍的速度非常的快速 那保佳麗亞這邊還點下大衝刺喔 哇這邊 工程器該點多點 頭子車點了 衝刺也點了 我覺得已經很完美了 再橫一點 保佳麗亞再出馬攻 有沒有可能 當然不可能啊 這把保佳麗亞出馬攻的話 那又會被阿茲的頭子氣 占毛兵喔 被射程牌死了喔 所以這邊 保佳麗亞出馬攻 不切實際 出這個 喪屍起兵喔 或是大陸馬 更好一點的感覺 這邊保佳麗亞看到 頭子車很氣 直衝 頭子車的一個所在地 一棒一棒開打 直接敲爆 左邊這個TC 自爆是直接上了硬尻 沒有在管我們TC的 但是三級防也快好了 三級防之後 跟耐扛這些箭矢 還是被尻爆了很多村民 好 那來看一下下方這邊 這邊來直接手撕城堡 右方的一個 衝刺機製造所 直接拖了一些衝車過來 直接要來手撕城堡 這邊大量的一個雙手劍兵 加上衝車 或放遊戲洛馬 但是這邊 暴龍士可以敲爆所有的單位 衝車洛馬 雙手劍兵 暴龍士都可以解決 但是暴龍士的數量型不多 只有六隻而已 家裡的城堡如果掉的話 暴龍士也不能再出 只能從後面開始出了 暴龍士努力想要過來解 解的還不錯 這一波進攻暴龍士努力的抵擋 哇 這一波雖然城堡掉了 但是暴龍士可以守住家園 但是後面中頭砸個一放 咦呀呀呀呀呀 省畜了很多阿 暴龍士沒辦法阻止對手的一個衝車進攻 數量不夠多的關係 衝車傷害還是很高 直接撞掉了TC跟城堡 後方這個奇兵過來支援 但是還是被暴龍士給逼退了 暴龍士目前是無送狀態 要不要考慮上下精銳呢 上個精銳暴龍士好像蠻香的 但是這邊肉麻雙也太多了吧 寶嘉莉亞肉麻爆不很誇張喔 那目前村民術差距三次村 阿茲特克分數稍微落後一點點 左邊這台巨型頭司機稍微來防守 要來跟對方巨頭互拆 那這邊有出幾隻怪龍士過來防守巨型頭司機 還有村民在修 那這邊城堡可能要再修一下會比較好 不然對方巨型頭司機多的話也是會有點危險 這邊拿個幾村去修理一下 右邊這邊又直接大開戰 大量的肉麻直接驗人上來 主力部隊直接撤走想要去救左邊 結果左邊的主力部隊走了 右邊直接大馬撥一撥 哇這個是深蹲 集西 這次念對了吧 好 剛剛思考了一下 阿茲特克有點慘阿 後面村民直接被撵了過去阿 哇這邊村民直接消失殆盡 這邊要出更多長長兵過來防守 但長長兵這裡還沒有三級攻 雖然沒有三級攻不是重點 但是目前阿茲是沒有擊兵的喔 所以長長兵攻擊越高當然是越好 三級攻等一下戰爭龍怪點下來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沒有夠多的資源可以點 阿茲特克的經濟已經到達極限了 所有資源都算是一個偏低的危險指標阿 反正寶加利亞出了肉馬 所以省下了大量黃金 所以家裡還有很多黃金庫存 那正面的話寶加利亞選擇避戰 正面的強奴軍隊沒有正面開打 這邊是選擇爆了更多肉馬過來想要淹了過去 這邊想要直接收到金塊 但是沒有選擇要決戰 這邊肉馬繼續亂串 串到了更後方 這邊有更多村民遭到的毒手 算明處降之勝79村 這邊部隊強奴 不敢撤離這個地方 原來這邊要守護巨型投資機的一個存在 巨型投資機如果倒的話 就完全沒機會了 但是阿...阿茲特克要怎麼處理這些 中型投資車呢 包加利亞翻出了自己的殺手劍 中頭 提時間把這長兵 拉去拆中頭 但是如果中頭砸到了 沒了 找到就沒了 就像這樣子 找回影片 剩下洛娜處理後面的殘兵敗 這樣全部都光了 好 這邊阿茲特克打出了Gigi 哇 保加利亞這個肉馬亂串 真的太痛了 這個直接撵過去 邊走邊砍沒什麼問題 攻速太快了 砍到這邊 至少砍了快到一半村民了 剩下六十六村 正面還被 中頭給砸光 阿茲真的是各種慘 但保加利亞這波打得很不錯 雖然他最近在我們的影片裡面 有人說是實力差距他打不好 但我覺得不是實力差距 有時候只是當下這個 判斷 跟這個想法 沒有轉過來 他其實實力還是很不錯的 並沒有說 像大家想像中那麼差的感覺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一個發展 經濟發展 目前看起來兩邊的經濟其實差不多了 但是保加利亞這邊舔 確實撒得有點誇張 撒到三萬六的肉量了 那石頭這邊是四萬四 四千四 石頭真的偏多 因為他是打這個銀雷寶推 給一個中期的壓力也蠻大的 那阿茲這邊 由於前期被守住的主石的關係 石頭本來就偏少 所以這個暴龍寺 產量沒有那麼誇張也是個正常 那我覺得蠻奇特的是 他這邊木頭挖了這麼多 我覺得阿茲身為一個布冰果 肉可能多一點還是比較好一點 畢竟這個肉直接跟對方少一萬 自己長長病也不好出 暴龍寺也不好出 升級方面更是困難 所以這個可能是阿茲這一波上的一個問題 可能真的是木頭採太多 好 那看起來經濟方面就是這樣 那科技方面我覺得沒什麼太大問題 除了這個阿茲沒有點出這個金冠暴龍寺之外 其他東西也沒什麼好講的 因為畢竟他出紫毛戲也打不到什麼東西 阿茲這一把 打強弩我覺得是ok啦 強弩真的是不是問題 好吧 好像真的沒什麼好講的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